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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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呢我預備了一篇的信息 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們如何可以加入到主的軍隊 然後我們如何可以為他去征戰 我們如何可以為他去完成一些 我們以為靠我們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要先分享幾個人的故事 我想先問喔 有誰你有做過一個的禱告是跟上帝說 主啊 我希望你可以用我 或者是 主啊 我希望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有誰你有做過類似這樣子的禱告 應該蠻多人都做過這樣子的禱告 那當你做完這個禱告之後 你有沒有很仔細或是很認真的去想說 那我到底要有什麼樣的特質 或者是我到底要有什麼樣的專長 或者是我到底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上帝才能夠用我們呢 我想先分享幾個人的故事喔 第一個人他叫做伊凡羅博士 就是他這些名字啊都是外國人翻譯的 所以你會覺得他的名字有點好笑 他叫做伊凡羅博士 我就一直不斷的想到蘿蔔糕 這樣 好 他叫做伊凡羅博士 他在一個地方叫做威爾斯 帶來一個很大的復興 然後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他十三歲的時候 他第一次遇見上帝 有誰你十三歲的 有嗎 應該有一些人吧 大俊 你哪是十三歲 你舉手以為我沒看到 好 他十三歲的時候 第一次遇見上帝 然後那個時候呢 影響他最深的一句話就是 耶穌會怎麼做 他第一次遇見上帝的時候 他就聽見了這樣子的一段話 他就聽見耶穌會怎麼做這樣的話 於是呢 他就反問他自己 那我可以為耶穌做什麼呢 因為他聽到了有人跟他講說 耶穌會怎麼做 所以他就反問他自己 那我可以為耶穌做些什麼 他就這樣子不斷不斷的反問他自己 最後他就決定 好 他要全職 他要一生的服侍上帝 所以他十三歲的時候 他就做了這個決定 當跟他同年齡的人 還在交朋友啊 喜歡這個女生 然後喜歡那個男生的時候 他把他的時間花在教會裡面 他去了解聖經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他去研究聖經的真理到底是些什麼 在那個時期 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期 很少有人了解 禱告的能力有多強大 就很少有人了解這個 然後也不會特別說 我要跟神建立關係 我要跟神建立連結 在他那個時期 很少有人講到這樣子的主題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要來做一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所以他就禱告 他就建立禱告的習慣 想要跟神建立一個比較緊密的連結 他的秘訣就是 他說祈求就會給你 操練信心就會去接受神所應許的聖靈 這是他的秘訣 他說這是我的秘訣這樣子 所以他很特別喔 他說主的靈常常會感動他 然後他就會醒來 醒來的時候他就要做什麼 他就禱告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醒來嗎 是那種清晨一點鐘的時候 他就說主的靈感動我 然後他就起來 他就起來禱告 你猜他禱告多久 他一禱告就是四個小時 所以清晨一點鐘 他就說主的靈感動我 我要起來了 然後他就開始禱告 他就禱告到清晨五點 他去睡覺 睡到九點 他就再起來 再禱告到十二點 這就是他常常過的生活 他就是不斷地在禱告 因為他覺得 這是他可以 跟上帝建立連結的方式 這是他的秘訣來源 所以呢 因為他對聖靈的一個可慕 因為他建立了一個的習慣是 他要禱告追求上帝 所以他就帶來了 威爾斯這個地方 一個很大的復興 這個復興很有趣 它是從一個小小的聚會開始 當這個伊凡羅博士 他在帶領聚會的時候 他的聚會會有很特別的現象出現 就是有的時候大家是被聖靈感動就一起笑 有的時候被聖靈感動就一起哭 然後也會很喜樂 也有人在當中跳舞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人 就會被聖靈感動 產生不同的反應 他常常會帶領禱告會 一禱告就是到半夜 一禱告就是到清晨四點 或者是他們就是通宵的不斷的禱告 所以最後啊 這個威爾斯這個地方 這整個社區就開始改變了 很特別的地方就來了 社區當中的電影院 還有酒店 就沒有辦法營業 因為沒有人去 大家都去教會了 然後妓女呢 就開始重量他們讀起聖經 不再做他原本的工作 人們開始償還他所欠下的債務 還有一些長期只顧自己花天酒地的人 他們開始回到家庭裡面 去重建家庭 去成為一個愛家庭的人 甚至有一個記者 去他的聚會當中 想要採訪這個伊凡羅博士 到底是怎麼翻轉威爾斯這個地方 這個記者他就去採訪 他參加完聚會之後 他就被感動 他就覺制 他就說我要信耶穌 就是記者 所以當時喔 他在一個城市舉辦特會的時候 周圍很多城市的人 都會擁擠到那個地方去 報導裡面就有寫說 他在一個只有三千個居民的小城鎮 辦一場聚會 然後那場聚會呢 有一千多個人去參加 報導就講說 這個小鎮從來沒有過這麼多訪客 就是從附近很多城市的人 全部都擁擠到他去 他所辦的這個特會 所以當威爾斯他開始大復興的時候 人們從南非 蘇俄 印度 愛爾蘭 挪威 加拿大 荷蘭 都到威爾斯這個地方 為的只是要看這一波的復興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為的只是要看這一波的復興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一凡羅博士其實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跟你跟我一樣 他其實非常的普通 可是在他年輕的時候 十三歲 他就做了一個決定 我要一生服侍上帝 他就做了一個決定 我要用禱告去建立 跟神之間緊密的關係 跟神之間緊密的連結 於是他就帶來了一整個城市的復興 再來第二個我想跟你分享的人 他叫做查理斯巴漢 他是五旬節之父 他一生致力於恢復教會 受聖靈的喜 然後也帶下 神是可以醫治的這個真理 進到很多的教會 在二十世紀的前四十年 他帶來的信息啊 改變了全球成千上萬的基督徒 所以你跟我今天 我們相信聖靈 我們會領受聖靈 受聖靈的喜 跟他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的故事是這樣 他的生活非常的辛苦 我要告訴你 我看他的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的一個人 能夠活下來服侍上帝 真的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因為這個人 在他六個月大的時候 他就感染了肋病 他就臥床 就起不來六個月大的時候 然後他還有很激烈的一個 痙攣的現象 就是他會突然間就抽搐這樣子 所以他的額頭就比一般人還要大 就是因為他生病 他的額頭就比一般人還要大 然後他的媽媽 在他七歲的時候就過世了 所以他七歲之後 他就是已經沒有媽媽了 在他九歲的時候呢 他就得了一個很嚴重的風濕病 他的關節就沒有辦法彎曲 會很痛 然後狀況稍微好轉之後呢 又發現 他的肚子裡面長了一條蟲 然後這個蟲呢 如果這個疾病沒有控制住的話 這個蟲會把他整個胃都吃掉 所以我聽看他的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蠻神奇的 他竟然有辦法活下來 可是在他九歲的時候 那一年上帝就呼召他 他為了回應呼召呢 他就想說 可是我什麼都不會 而且我身體這麼虛弱 我又來自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但是他就開始裝備他自己 他很勤勞地去讀聖經 他也讀很多書 然後你知道很有趣 我看他的那個故事的時候 因為他是住在那種很鄉下的地方 然後他家就養了很多的母牛 因為要生產牛奶要去換錢的 他怎麼練習他的講道 他就是寫好之後 他就對那些的母牛講道 這就是他練習講道的方式 他很認真的讀書 他考上大學 然後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我為什麼要考上大學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裝備我自己 將來服侍上帝 那個時候 大家叫他擁有大能的鄉巴佬 因為他是從鄉下來的 可是你知道他18歲的時候 有多少人你18歲了 這應該比較多吧 有多少人你剛好18歲的 黃耀德你也舉手幹嘛 都是社青在舉手 18歲你們在哪裡啊 有誰你18歲的啊 好他18歲的時候他第一次舉辦一個步道大會 18歲的時候 然後他19歲的時候 有誰你19歲的 好應該有一些人19歲 19歲的時候在堪薩斯州 就有一間衛理工會聘請他說 你要不要來當我們的牧師 19歲喔 18歲辦步道會 19歲他就去當牧師了 當他去到那間衛理工會的時候 教會的會友的人數就不斷的在增加 增加到一個的程度是 教會決定要蓋新的會堂 來讓人可以來聚會 這是他19歲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他就開始傳講醫治的道 我剛剛講過他是一個體落脫病的人 他能夠活下來真的是一個神機 你知道他自己的生命經歷過兩次 就是他已經快要死掉了 可是上帝救他回來 第一次就是他已經病了很久 躺在醫院 醫生就宣布說他應該活不久了 他一直都躺在醫院裡面沒有好轉 醫生就說他活不久了這樣子 有一天他就躺在床上 他就跟上帝禱告說 主啊我是想要服侍你的 可是我沒有辦法用我這樣的身體來服侍你 所以你一定要依止我讓我可以服侍你 他就禱告禱告禱告 然後突然一股電流就從他的頭頂 流到他的腳底 他就好了 這就是他做的一個禱告 你聽到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說 哇 有誰你真的是生病躺在床上 然後你一禱告就一個電流 你知道前幾個禮拜 我就胃很痛 就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先吐了兩次 然後我就覺得哇 胃很痛 我吐完之後我想說應該會比較舒服 可是胃就開始無敵痛 真的是痛到我已經躺在地上 就覺得好痛喔這樣子 可是我就很猶豫要不要去看醫生 因為隔天早上我要講成道 然後那時候已經是大概九點多十點 我就想說怎麼辦 如果我現在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算那個急診的那個狀況的話 我就算喔那我大概要清晨兩點三點才能回家 那我這樣太累了 我隔天還要講成道 那我想說喔那我蹭一下好了 我就算了這樣子 我就躺在那裡了 就一直很不舒服 結果隔沒多久我又起來吐了兩次 可是我已經沒有吃任何東西了 我就打電話給陳志凡 就說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很不舒服你帶我去看醫生這樣子 反正我就撐撐撐 但是當我躺在那裡一直撐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主啊這麼多人禱告都可以得醫治 我也要經歷這個醫治這樣子 所以我就按著我的胃 然後我就一直禱告 我就說主啊你醫治我吧 我真的快痛死了這樣 可是我又起來吐了兩次這樣子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禱告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股電流從你的頭頂到你的腳底 然後你就好了 可是這個人他第一次快要死掉的時候 他一禱告他在病床上面 電流就從頭到腳他就好了 還有一次是他得了心臟病 他的身體很虛弱 然後醫生跟藥物都幫不了他 在同一個時期他的孩子也發高燒 然後醫生找不出原因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高燒不退這樣子 就他自己心臟病已經快要死掉了 然後他的兒子發高燒 也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有人就問這個查理斯就說 你可以去幫我的女兒禱告嗎 這樣就有人請他去幫一個病人禱告 他就拖著他非常殘弱的身體 他就去餵這個病人禱告 當他餵這個病人禱告的同時 他的病就好了 他的小孩的高燒也退了 然後這個病人也完全的得痊癒 你知道他後來還做了很多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講給你們聽 他為一個水腫的婦人禱告 醫生宣布這個婦人只能活三天 他就為這個水腫的婦人禱告 禱告過後這個婦人當場得醫治 然後在他的聚會當中 有一個少女她是眼睛瞎掉的 然後得了一個很嚴重的肺的疾病 他的肺部這邊就一直有一個很強烈的 要被撕裂的感覺這樣子 他就來參加查理斯的聚會 在聚會當中呢 他眼睛可以看見他的肺也得到了醫治 他還蓋了一棟宿舍 是為了那些有病的人蓋的一棟宿舍 就下面有一個小教堂 在教堂裡面每一天 他們就為著那些有病的人在禱告 你可以想像一個體弱多病的人 我看到他轟轟烈烈的得了這麼多的疾病 可是都沒有死掉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太神奇了 一個體弱多病的人 他自己的身體好不到哪裡去 好幾次快要死掉了 可是卻因著他對上帝很認真 回應了上帝給他的呼召 他就很努力地去學習聖經的真理 很努力地裝備他自己 最後他不但醫治他自己 他也叫很多人得著醫治 再來我還要跟你分享這個人的故事 我也覺得非常厲害 他叫做威廉布拉罕 他是一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 他生長在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裡面 我有一張照片是他出生的房子 應該是下一張 是他出生的房子 是嗎 是一張房子 這就是他出生的房子 他生長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但是呢 而且他不是智 重點是他不是智 他看不懂智 所以他沒有辦法自己讀聖經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禱告 因為沒有人教過他 所以上帝就用很神奇的方式 讓他認識神 這個方式是什麼呢 有一天他就走到一棵樹下 他就在那棵樹下休息的時候 就突然間聽到一個風聲 從樹的裡面這樣傳來一個風聲 他就想說 怎麼會有一個風聲這樣子 風聲過後呢 就有一個聲音跟他講說 不要喝酒 不要抽煙 不要任意玷污自己的身體 因為等你長大後 我有猜事要讓你去做 你可以想像 就是那個狀況嗎 他走在一棵樹下面 然後一陣風過去之後就說 不要喝酒 不要抽煙 不要任意玷污你自己的身體 因為你長大之後 我有事情要派你去做 你知道當下他的反應是什麼嗎 他跑回家在他媽媽的懷裡面大哭 因為他覺得太可怕了 你可以想像你待會走出去 在一棵樹下 然後風吹過去之後就有人跟你講 不要喝酒 不要抽煙 不要任意玷污你自己的身體 你可以想像嗎 我覺得我會被嚇死 我真的會被嚇死 尤其現在 不知道鬼門關了沒 所以我覺得我會被嚇死 他就回家在他媽媽的懷裡面大哭 因為他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從這件事情之後 他的人生就完全的改變了 他自己在回憶他的人生的時候 他就說了這樣一段話 他就說好像有人站在我的身旁 想要對我說什麼 尤其是在我獨處的時候 這種感覺更加的明顯 所以上帝就是用這樣子一個很奇妙的方式 讓他認識神 他不識字 他不會讀經 他不知道怎麼禱告 上帝就呼召他要出來服侍他 可是呢 因為他自己知道他的教育背景很低 他也不識字不會禱告 所以他就一直抗拒神的呼召 他就一直拒絕 上帝跟他說你出來服侍我 可是他就一直拒絕一直拒絕 他就搬離了他的家去另外一個城市工作 他就想說我離開這個地方 去重新開始一個生活 或許上帝就不會追到那裡去 所以他就去那個城市 可是沒有多久呢 他的家裡發生了一些意外 他弟弟過世 他就回到他的家裡面 他就在一個瓦斯工廠找了一份工作 這個工作開始沒多久 有一天他就因為吸了過多的瓦斯 就準備要死掉了這樣子 神就在意象當中三次跟他講說 我呼召你你卻沒有回應 三次跟他說我呼召你你卻沒有回應 這個很到這裡你應該覺得很正常 因為上帝跟他之間的對談方式 就是上帝會一直跟他講話 可以齁 所以才會在樹下的時候聽到 不要喝酒不要抽煙 不要任意玷污你自己的身體 所以上帝就跟他講說 我呼召了你三次 可是你都沒有回應我 他就躺在快要死的一個狀態裡面 他就跟上帝說 好上帝那我決定出來服侍你 他就開始出來接受上帝的呼召 開始傳福音 當他開始回應上帝呼召之後 他就被案例成為牧師 他的服侍從一個小小的帳篷聚會開始 一個小小的帳篷聚會他開始服侍 神機騎士就不斷的跟著他 他二十四歲的時候 第一次帶領一個大型的神醫治的步道大會 在那個晚上有三千個人在那邊聚會 然後他就為 隔一天他就為一百七十個人要施洗 在施洗到第十七位的時候 就有一道光從天上照下來 在他施洗的那個人身上 然後岸上有四千個人在關裡 都看到那道光就這樣照下來 有一天他坐在樹下的時候 突然有一陣大風吹過 呼呼 你知道他要做什麼事情嗎 他就要去追隨那個風 因為第一次他坐在樹下 風吹過就有聲音跟他講 不要喝酒 不要抽煙 所以他第二次坐在樹下 有風呼吹過去的時候 他就跟他的妻子講說 我要去追隨那陣風 如果過幾天我沒有回來的話 那我就再也不會回來了 他就這樣跟他的妻子講 我看他的故事的時候 他真的就這樣跟他的妻子講 於是他就去了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他就開始禱告 他就問上帝說 上帝你要對我說什麼 因為他跟上帝之間的溝通是這樣 所以他就去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他就開始禱告 他就問上帝說 上帝你要跟我說什麼 這樣這樣 他就禱告禱告之後 就有一道光充滿在整個地板上面 然後地板上面就有一個火球 火球之後呢 就有一個穿著白袍的人出來 就跟他講說 不要怕 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怕 我是全能者 才我來要告訴你幾件事情的 上帝要給你一個特別的恩賜 他要藉著你去醫治在這世界上面的人 只要你為人真誠 別人就會相信你 任何勢力在你面前都站不住腳 即使是癌症的勢力 所以內政風過後 就有一個穿白袍的人 站在火球當中跟他講 不要怕 然後就跟他講了後面的這段話 這個天使後面還告訴他兩件事情 他說上帝要給你兩個恩賜 第一個恩賜是 你的左手呢 能夠撤出物理的波動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在你面前的這個人他的疾病是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為他禱告 他這個死者跟這個人這樣子講 威廉布拉罕跟他講 你的左手可以感受到物理的波動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疾病在哪 為他禱告 這是第一個他的恩賜 第二個他的恩賜就是 你可以洞察人心中的秘密 因此眾人都會聽你的話 這是上帝跟他講的 你可以想像 一陣風吹過 他就跟他的妻子講說 我先走了 我要去尋找那陣風 如果我沒有回來 那我就永遠不會回來了 然後他就去禱告 禱告之後就有一陣光照下來 然後一個火球之後 就有一個穿白袍的人出來說 不要怕 然後就說 我要給你兩個恩賜 一個就是你可以去醫治人 一個就是人會聽你說話 所以 之後啊 他有一次講到 神經歧視就開始在他身上發生了 他有一次在聖路醫師講道的時候 有一個牧師的女兒 病得很嚴重 幾乎要死掉了 這個布拉罕就為他禱告 禱告之後 這個女兒病就好了 健健康康的長大 然後他在聖路醫師 帶領了12天的特會 他除了在那邊講道之外 他也帶了很多很多神機奇事 為很多的病人禱告 然後很多的神機奇事都發生 有一個牧師他眼睛失明了12年 重新可以看見 一個婦人他在帳篷外拒絕聖靈 因為我剛剛說他的聚會是從帳篷開始 有一個婦人在帳篷外拒絕聖靈 就說我不要認識耶穌 我不要相信他 然後這個婦人心臟病就發作 就死掉了 就威廉布拉罕就出去為這個婦人禱告 他就活過來了 而且他就接受耶穌說我要成為基督徒 還有一次在一場25000人的特會當中 聚會當中到一半就突然 救護車就開來 因為有一個老婦人就過世了 剛好過世 然後威廉布拉罕就去為這個老婦人禱告 這個老婦人就活了過來 他去歐洲步道 有一個孩子發生車禍當場死掉 他也為這個孩子禱告 這個孩子就活過來 最神奇的事情是在他死之前 他跟他的妻子一起開車出去 然後就發生一個意外 他的妻子當場死亡 然後那個時候他還沒有 他還有一點的呼吸這樣子 他就過去為他的妻子按手禱告 他的妻子活過來之後他就死了 所以我看完他的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一個不識字的人 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的人 可是上帝就去檢選他 然後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在他的身上讓他去成就了很多的神奇奇事 讓他去醫治了許多的疾病 而且他還好幾次叫人從死裡復活 我看完我真的覺得蠻神奇的 一陣風吹過去 他就說我要去尋找那陣風 就走了 所以一陣風吹過去 就突然有人跟他講 不要喝酒 不要抽煙 不要任意玷污你自己的身體 我看了這幾個人的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神奇 為什麼他們明明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普通人啊 我們都是很平凡的人 可是為什麼上帝就是檢選了他們 就是檢選了這些人來服侍他 上帝就是檢選了這些人 加入在所謂精兵的行列裡面 讓這些人可以用很神奇的 很奇妙的方式去服侍上帝 在聖經裡面也有很多的人 是你覺得用我們的眼光看 會覺得這個人怎麼可能被檢選 可是上帝就是檢選了一些很特別的人 成為精兵來服侍他 所以剛剛我分享的這些人 其實你會發現他們跟你跟我一樣 他們很平凡 很多人甚至他們的背景 比我們都還要差 至少我們很多人現在都在念書 他們很多人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 連字都不認識的 可是上帝就是檢選了這些人出來 成為精兵可以來服侍他 所以我想帶大家看第一段的經文 他在四世紀的七章七節 四世紀七章七節 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段經文 耶和華對基電說 我要用這填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 將米電人交在你手中 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 當基電他要準備去攻打米電人的時候 他找了大概三萬多個人出來 他說走我們要去攻打米電人這樣子 可是上帝的方式很奇妙 就用了一些的方式淘汰了一些人 最後基電他只帶了三百個人 就打贏了米電人的十萬大軍 用我們的想像會覺得 怎麼可能 這三百個人應該死得很慘 可是上帝就是用很奇妙的方式 把這三百個人拣選出來 成為精兵 讓他們可以去做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想先幫精兵下一個的定義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精兵挑戰 精兵是什麼呢 他是訓練有數的 隨時可以投入戰場完成任務的戰士 精兵他是訓練有數 隨時可以投入戰場完成任務的戰士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是預備好的 隨時隨地他都可以 你叫我就直接去上戰場打仗 你叫我就可以直接去完成你要我完成的任務 今天是九月三號軍人節 我們每一個人穿著迷彩服的同時 我想鼓勵你不要只是穿著迷彩服而已 是讓我們可以加入到上帝精兵的行列裡面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到底加入到精兵的行列裡面 需要有哪些特質 首先第一個特質是你需要有紀律 一支軍隊他最看重的就是紀律 所以他們對軍人的紀律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如果你還在當兵你就會知道 不是要打電話回報嗎 就是你有沒有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啊 你現在在哪裡啊 都要打電話回去軍中回報 因為他們對於你的紀律要求非常的嚴格 而且如果你是在軍人的身份的同時 你犯了罪的話你的判的會很重 因為他們對軍人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歷代至上12章33節我們一起來看 他說西布倫之派能善政用各樣兵器打仗 航無整齊不升二星的有五萬人 這節經文裡面講到說 這些可以幫助大衛去打仗的人 是航無整齊不升二星的 一支軍隊他非常要求紀律 對於每一個軍人他都是給一樣的標準 要求他們都要達到這個標準 軍法也比一般的法律來的嚴格 不光是你穿上軍服那一刻 你要有紀律 即便你脫下軍服 只要你是軍人 你都需要很有紀律 回到歷代之上 他講說這支軍隊是航無整齊 航無整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建立戰鬥的次序 航無整齊的意思是說 他建立好了戰鬥的次序 所以當這支隊伍出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在打仗的時候他要做什麼工作 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在打仗的時候他要用什麼武器 他要攻擊哪個地方 這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這支軍隊他們建立起了一個 很好的戰鬥的秩序 以便他們出去打仗的時候 他不會有人就亂打這樣子 你知道規矩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運動比賽 每一項的運動比賽都有它的規則 你都需要按照這些運動比賽的規則來做 如果你沒有按照運動比賽規則來做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得到冠軍 所以每一個的競賽都有每一個競賽的規則 而且你參加每一個運動比賽 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你一定要遵守規則 不然你很快就會被判出局 你很快就會被淘汰 如果你想參加花式溜冰 對於那些不懂的人來講 你就會覺得轉圈都轉一樣啊 就看起來都是一樣啊 那個跳起來再下來也看起來都一樣 可是對於那些懂的人來講 他們一看就看得出來 這個轉圈哪裡不合格 這個落地哪裡不合格 這個起飛哪裡不合格 對於懂的人來講 他看得懂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參加一個溜冰比賽 滑冰比賽 你就需要完整的照著這個規則來做你的訓練 不然你去參加比賽的時候你就會不合規定 你就會不合規則 你就會被拉下來 你沒有辦法得到冠軍 在2004年雅典舉行的奧運裡面 得到千球比賽的這個冠軍 我的照片 他是得到女子千球比賽的金牌 但是因為他被查出他使用禁藥 所以他就取消了得到金牌的資格 而且他被判定是終身禁賽 就是他一輩子都不能再參加比賽 你知道為什麼會判這麼嚴重嗎 因為在1999年 他就曾經因為使用過禁藥 而取消了他得到金牌的資格 結果沒想到隔了幾年 2004年他再一次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他還是用了禁藥 他得到了金牌 所以當下奧運委員會 就做了一個很嚴格的處罰 就判定說這個人他終身 禁止參加任何的比賽 因為他不守規定 所以同樣在屬靈的道路上面 如果我們今天說 主啊我要為你服侍 主啊你用我 那麼我們需要有一個有紀律的生活 我們需要有一個有紀律的正常的生活 我們才有辦法被主來使用 我們才有辦法被主來用 基督徒我們每一天都要禱告 我們每一天都要讀經 這就是我們的紀律 你知道讀經禱告 其實它真的不是一件難的事情 你就祷告每個人都會 讀經我們大多數的人都看得懂 那個國字在寫什麼 可是當你每一天都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一件難的事情 紀律呢它是一種自我要求 它是在短時間之內 你可能會覺得不適應 不舒服 你可能會覺得我不想這麼做 當你疲憊了一整天 下課下班回到家裡的時候 你已經累個半死了 你一直這樣打開電視 攤在那裡休息 可是你需要撥時間去讀經 當你身體很累很累了 你今天一整天已經很疲憊了 可是你回到家裡 你還要花時間去禱告 當你今天好不容易 到了週末覺得 我工作上班 或者是我念書這麼辛苦了 一整個星期終於要放假了 但是你要早起去參加教會的活動 你要早起去參加教會辦的這些聚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可以在家睡覺嗎 所以有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容易做到的事情 當你要養成這個紀律的時候 它是一個的過程 是你每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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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做 直到有一天 它變成你的習慣 你覺得做這件事情 再也不會覺得累 小時候你們都有學過刷牙嗎 有多少人你還記得 你刷牙是怎麼學的 你知道我很不喜歡刷牙 因為我就覺得 好累喔 為什麼要刷牙 所以我都會假裝進去浴室 然後喝幾口水 然後吐掉 就說刷好了 然後我就出來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 這世界上面 最不容易被我騙的人 就我媽 她就會說來 嘴巴張開 然後就啊 然後她就說 沒有味道啊 然後我就 喔 然後我下一次就學會了 要有味道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抹了一點牙膏 然後隨便弄在裡面 然後再喝幾口水 然後就吐掉 就出來 然後就說刷好了 然後我媽就說 來 嘴巴張開 然後我就啊 嘴巴張開 她就說 你有刷嗎 然後我就說 呃 好像是沒有 所以我就再回去刷牙 我很不喜歡刷牙 可是我媽就每一天都逼迫我 她都要檢查 而且她每一天都檢查 直到 我真的覺得不耐煩了 就是喔 算了算了算了我妥協 我就刷 我就養成了這個習慣 所以不然你可以想像 霍宇姐都不刷牙嗎 好 所以我是很難想像啦 因為現在對我來講 刷牙蠻重要的 養成習慣就是這樣子 你要讀經 你要禱告 其實它不是一件難的事情 可是當你每一天都要做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一件難的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很累 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我好疲憊 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我今天一整天工作 真的很辛苦 我不想再花時間來禱告了 我不想再花時間來讀經了 馬丁路德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 我的工作如此的多 以至於我若每天沒有三小時來清淨神 我就不能夠繼續工作下去 馬丁路德說 我的工作這麼樣的多 以至於我每一天需要花三小時來清淨神 不然我沒有辦法繼續的工作下去 如果今天我們每一個人說 祝阿你用我 我要被你來使用 我要被你拣選成為精兵的話 那我們需要過出一個有紀律的生活 你的讀經需要有紀律 你的禱告需要有紀律 你需要活在一個紀律的生活裡面 不然你沒有辦法為神做偉大的事情 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2003年6月 有一個在可口可樂公司 工作長達12年的老員工 他在運貨的途中呢 他喝了一罐百吃可樂 他在可口可樂公司工作12年喔 他就算是資深員工了 他在送貨的途中 他就喝了一罐百吃可樂 他就被可口可樂公司解雇 被解雇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理由是因為 他違反了不得敗壞可口可樂 生育的這條規定 因為他喝了一罐百吃可樂 可口可樂公司 他給我們看到的是 哇好溫暖喔 白色的北極熊 有沒有 哇好好喝喔 很歡樂很活潑的一個形象 可是他有一個 嚴守紀律的一面 他跟他所有的員工講的是 可口可樂是最好的企業 我們的產品是最好的產品 公司內部呢 還有明文規定說 如果你旗下的員工 你想要喝可樂 你只可以喝可口可樂 你不可以喝其他的可樂 如果你違反規定的話 你就會跟這個工作了12年的 老員工一樣 即使你在資深 可是你違反規定 我們一樣把你給資遣掉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就代表的是基督徒的形象 我們每一個人 就代表的是 心電行道會 你所活出來的生活 你旁邊的人都在看 基督徒怎麼樣生活 你所活出來的每一天 你旁邊的人都在看 所謂的基督徒 他會怎麼做 所謂的基督徒 他會怎麼選擇 所謂的基督徒 他過的生活 到底跟他講的一不一樣 如果今天我們跟上帝說 上帝你用我 我想要為你翻轉我的校園 我想要為你改變我的職場 我想要贏得更多人 來相信你的話 那麼你需要過一個 有紀律的生活 那麼你需要讓你的生活 是非常有規矩的 非常有秩序的 是隨時隨地Ready好 你可以上戰場去完成任務的 不然你沒有辦法 成為精兵被主來使用 第二個 如果你想要成為精兵 你需要服從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順服 在軍隊當中 他要求你的是絕對的順服 通常長官跟你說什麼 你只能說是長官 然後就要去做 我跟牧師還有李雲老師 我們就上禮拜去那個 馬來西亞服事 那你知道李雲老師他之前是 當軍人的這樣子 他就講說 你知道我們就是當軍人啊 都只能完全的服從 這樣 然後我就說 嗯怎麼說 然後李雲老師就說 我們就早上的時候 長官就會說 來把這些土 產到那個洞裡面去 然後他們就很辛苦的 把這個土 產到那個洞裡面去 產產產產產 然後今天就結束了 隔天 長官就跟他們說 來把這個洞挖開 土產出來 回到這邊 他們不能說 我昨天不是才產過去的嗎 他們只能說 是長官 然後就要去 再把那個洞挖開 再把土給產出來 李雲老師說 他們要求軍隊 裡面是絕對的服從 所以所有的命令 給出來的時候 那些的兵 都只能說 是長官 我想帶你看 順服 它其實是一個 很不受歡迎的觀念 當你聽到順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你的意見有比我好嗎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你又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 我的生活會怎麼樣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建議 我們來看希伯來書 第十一章 在這十一章裡面 講到了很多的信心偉人 他們有 挪亞 亞伯拉罕 摩西等等 他們都因為相信 上帝跟他們所說的 他們就照著去做 以至於他們 就成就了 很多奇妙的故事 被記載在聖經裡面 十一章這裡就講到 亞伯恩因著信 獻祭於神 比甘影獻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 稱意的見證 然後後面 以諾因著信 被接去 不至於死 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 接去了 挪亞因著信 既蒙神的起誓 見了他未見的知識 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亞伯拉罕因著信 蒙召的時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 未要得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 他要往哪裡去 他因著信 好像 在應許之地做客 好像在異地 居住帳篷 與那同盟 一個應許的 以沙雅各一樣 然後後面 就講到 沙拉因著信 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 還能懷孕 一個彷彿已死的人 還可以生出 許多的子孫 摩西因著信 長大了就不肯稱法老 女兒之子 他寧可和那些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願意暫時享受 最終之樂 在這件新聞裡面 記載了很多的 聖心的偉人 他們做的事情 都是我們用眼光 常人的眼光去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有一天上帝突然 跟亞伯拉罕講說 我要給你一個兒子 然後他就看看他的老婆 再看看他自己 就覺得我們怎麼可能生孩子 但是他就生了一個孩子 那好不容易生了一個孩子 有一天 上帝又跟亞伯拉罕講說 把你的獨生兒子獻上為祭 然後 亞伯拉罕也照著這麼去做 挪亞 上帝跟他講說 你要來蓋一艘船 因為洪水要遍滿這個地面 他用了快一百多年的時間 蓋一隻的房舟 摩西 上帝跟他講說 你要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原本是一個過著 很優渥生活的法老女兒之子 上帝卻跟他講說 你要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用我們的眼光看 會覺得很不合常理 這些人明明可以有好的選擇 好的生活 可是為什麼這些偉人 他們就是相信上帝跟他們講的 他們就順服了去做 而且他們的順服是非常的徹底 義無反顧的順服下去 所以今天我也想要問你 你對上帝的順服 是不是義無反顧的順服 是不是今天他跟你講什麼 你就一定會去照著做 是不是他今天跟你說了什麼 你就一定會義無反顧的去完成 耶穌給我們每一個人 留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順服就是不照著我們的意識心 而照著主你的意識心 在馬太福音26章39節 他祷告的時候就說 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著我的意識 只要照著你的意識 所以耶穌他給了我們每一個人 一個很好的順服的榜樣是 上帝不要照著我的意識心 照著你的意識心 耶穌在面對十字架的時候 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好的榜樣 順服就是運用你在基督裡面的自由 去選擇那些不自由的事情 順服就是你自動放棄 你原本可以享受的權利 把你自己放到仆人的位置上 你說因為上帝你說了我就去做 你說因為上帝你要我這麼做 那我就去做 有一個美國的牧師他說過一段話 他說真正的順服必須是運用自由 而順服的結果是得著更多的自由 就是要從非要不可 照我一行的執著裡面得著釋放 於是心胸更廣闊 對人更體諒 也有更多的自由來愛人 這才是順服 可能很多人會說 對啊順服神很容易啊 可是要順服人好像有點困難 尤其是我不喜歡我牧師給我的意見 我不喜歡我小組長給我的意見 他們又不是我他們憑什麼命令我要這麼做 他們又不是我他們憑什麼要主宰我的人生 他們又不是我他為什麼要我這麼去做 西伯來書13章17節 他說順服你的屬靈領袖 並且做他們要你做的 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要看顧你的靈魂 而神會按照他們所做成的來審判他們 在這節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要順服我們屬靈的領袖 因為他們的工作是要看顧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的小組長叫你做的這件事情 怎麼好像有點不可理喻 怎麼好像有點難做到 怎麼好像有點很誇張 可是當你順服的去做 你就會發現後面帶來的是祝福 你就會發現後面帶來的是恩典 你就會發現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東西正在等著你 因為聖經上面已經告訴我們了 屬靈的領袖他們的工作是要看顧我們的靈魂 所以他不會給你一些的建議是要你去死 他不會給你一些的建議是要你這一輩子都只能過著很不好的生活 這一輩子都只能過著一個很尷尬的生活 他不會給你這些的建議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成為精兵 我們需要學習的是順服 不光是順服神 還要順服在我們生命的那些屬靈領袖 還要順服他們所給我們的教導 如果你想要成為精兵 你需要順服 你需要過有紀律的生活 最後一個 你還需要受訓練 你還需要受訓練 有當過兵的人就知道 當你新兵進去到新訓中心的時候 就要從最基本的立正 掃吸 向左轉 向右轉 起步驟 然後達術 這些最基本最基本 你在以前的軍訓課都上過的東西 他要從頭再教你一遍 為什麼他要從頭教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需要讓整個軍隊呈現出來的是 統一 一致 整齊的 而不是亂七八糟的 所以我今天呢 預備了一個示範要給大家看 所以那些人 你們可以出來一下嗎 就是有兩個 對 就是你們趕快出來 不要亂亂走 好 然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的示範喔 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 你們不是兩公主 你們不要亂弄喔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take two 不好意思 你們不要給我亂來 你們不要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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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來 我的水都要噴出來了 好 那個再一次啦 來聽口音力 直 向左轉 向右轉 塔步轉 一二一二 精神打算 雄中 一 外國 嚴肅 耕持 安靜 堅強 堅強 確實 確實 肅決 沉著 忍耐 忍耐 積極 勇敢 一二一二 相對打算 一 二三 三 四 一二 三 四 一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一 二 你 對 腳 好 好 好 我們給他們一個熱烈的掌聲喔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你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個穿比較整齊軍裝的 他們是不同時期去軍中受訓練的 雖然有一點零零落落的 可是你大概看得出來 比另外一隊好很多 因為他們受過訓練 他們在軍中待過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踏步是很整齊的 他們的答數是答得出來的 他們要講那些的口號也是講得出來的 可是另外一組人 當他們沒有去過軍中受訓 沒有當過兵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答數的時候要答什麼 他不知道精神口號要喊些什麼 他只能從頭到尾的時候就一直不斷的 他不 然後看旁邊的人在幹嘛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想要成為 一個為主徵戰的軍隊 成為精兵的話 我們需要受訓練 我們需要有裝備 我們需要是能夠預備好 我們自己出去去做征戰的 不是在你信主之後 你就會立刻成為一個精兵 什麼都懂 什麼都會 什麼都OK 而是需要時間 你去裝備你自己 你去學習 你找到一個師父 在你的生命當中 他可以幫助你 上個星期我們在BTS聚會裡面的時候 就有講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進入到 門徒訓練的關係裡面 因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需要有一個榜樣 因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需要有一個的師父 是我們可以去學習的 我過去這個禮拜跟牧師 一起去馬來西亞服侍 我們去一間的教會 它叫做靈恩復興教會 這個教會的牧師 他非常非常的 就是尊敬張牧師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 想要從張牧師的身上學到東西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嗎 我就看到這個牧師啊 吳牧師 這個吳牧師 他非常非常的體恤張牧師 就是因為他們是好幾天的特會 他就會不斷的 在張牧師的前面舉牌 十分鐘 只剩十分鐘 牧師你只可以再講十分鐘 然後剩五分鐘 牧師你只可以再講五分鐘 然後如果牧師一直講的話 吳牧師就會準備在旁邊 拿麥克風 東晃西晃 要準備上去說 好我們先休息十分鐘這樣 他非常的體恤張牧師 而且每一次 我們從飯店去聚會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從聚會的地方回飯店 牧師他都親自開車 吳牧師他都親自開車 送張牧師跟我們一起回到旅館 然後來接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觀光 來接我們去教會 來接我們去做什麼做什麼 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很感動 為什麼一個在馬來西亞 那麼遠的一個牧者 可是他卻可目張牧師身上的恩膏 他就是緊緊的跟著 而且他在車上的時候 他就會不斷的問張牧師說 牧師啊今天這個聚會 你有沒有什麼還要改善的 你跟我講 我馬上改 然後他就會問牧師說 牧師我們今天這場聚會 你覺得怎麼樣 跟這些牧者吃飯 你覺得怎麼樣 他就是不斷的在張牧師的身旁 他就是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 只要張牧師去馬來西亞服侍 不管張牧師在哪一個城市 這個吳牧師他都一定會去找張牧師 有的時候他可能是需要開三四個小時的車 然後只是見那短短的十分鐘 可是他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一次我們 我才知道馬來西亞真的很大 因為他們 他們我們就是在他的那個城市 芙蓉我們就是在那邊服侍 然後吳牧師他就是開車接送啊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牧師我先回來 我跟康毅哥先回來 牧師他還要接著去東馬有一個服侍 吳牧師就拎著他的行李 跟張牧師一起飛到東馬去服侍 然後只是為了去幫他張羅好所有的一切 我看到以後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我就覺得馬來西亞真的很大 他需要開三四個小時的車 只是為了去見牧師一面 他需要開三四個小時的車 只是為了去問牧師說 牧師你有沒有什麼要跟我講的 牧師你有沒有什麼要鼓勵我的 牧師你有沒有什麼要做的 我看到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想鼓勵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你的生命裡面需要有一個師父 因為他會幫助你 學到很多你學不到的東西 因為他會幫助你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成長 你才會能夠進入到 成為精兵的行列裡面 你知道我很喜歡 就是寫完獎章的時候 我就要給逛一個看 因為我就覺得 如果可以得到他的認可 我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這個禮拜 我就在馬來西亞 然後我就利用很瑣碎的時間 就不斷的在弄我的獎章這樣子 那因為又是九三軍人節 我就一直在想說 要講相關的還是要講不相關的 然後我就看了很多的資料 可是因為就是聖經裡面 講到軍隊講到精兵的 其實經文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很硬著頭皮的 我就寫了一篇獎章 然後我就寄給光耳哥看這樣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 我就寄給他看 結果昨天我在機場要等搭飛機的時候 光耳哥就打給我 他就說我看完了你的獎章 然後我心裡面又想說 就是該來的終於來了 因為要面臨就是審核的階段這樣子 所以光耳哥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很無聊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這個獎章很無聊 我當下心都軟了 我就想說我心都涼了 我就想說死定 因為我待會兒要坐 四個多小時的飛機 然後我回到台灣 已經晚上七點多了 回到新店 大概已經要九點多 然後我就想說 我哪裡來的時間 在改講章這樣子 所以當下 我就默默地泛起了一個的念頭 就是光耳哥你可以問我說 需不需要我幫你講嗎 那我會馬上就說 好 我願意這樣子 結果他真的就問了我這句話 他就說 你需要我幫你講嗎 然後我就很猶豫 我就當下在我的腦海當中 就閃過了各式各樣的想法 我就閃過我就想說 這不就是我希望的嗎 他終於問了 可是我又覺得 一個不服輸的概念 就覺得 我不可以就妥協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很兩難 我就想說怎麼辦 但是 我就 破釜成舟地 跟他講說 不需要 我覺得我可以 可是我其實心很虛 因為我看了一下時間 我就想說 再二十分鐘 我就要登機了 我哪裡來的時間改講章 可是我還是跟他講說 我可以 但我就有點 弱弱地跟他講完 然後他就鼓勵了我 他就說 我建議你可以用這個方向啊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嗯 好 我重謝 這樣子 所以我就默默地掛了那通電話之後 我就拖著我的行李 在那個吉隆坡機場 就邊拖邊走邊禱告 因為我就覺得我好慌張喔 我就覺得我很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就真的非常的慌張 我就想死定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 但是我又覺得不行 這個 我不可以就這樣妥協 而且我就好幾次想說 我要拿出手機 打電話回去給光環哥說 剛剛我講錯了 其實我希望你幫我講 我好幾次都想說 我就拿出手機 在登機前先跟他講好了 至少他還有時間可以預備獎章 可是我就覺得 說不定這是一個考驗 我不可以就輕易妥協 反正我就各式各樣的想法 在我的腦海裡面 然後我就瞬間 因為我真的太慌張了 所以我就拖著行李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 就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要 做些什麼這樣子 可是最後我就去找了一個沙發 然後默默地把我的電腦拿出來 我就開始找資料 然後查東西啊什麼什麼 我就開始重寫 可是 因為馬上就登機了嘛 所以上了飛機之後 我就覺得 整個非常焦躁不安 我就覺得要睡覺也不是 要看電影也不是 然後我就覺得 到底我現在該做什麼這樣子 可是因為又沒有網路 所以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於是我就默默地跟上帝想說 主啊交給你吧 然後我就開始看電影 我就開始想說 我剛剛看電影好了 說不定會有一個 就是突然的想法就跑出來 而且我去成有一個電影看了一半 然後想說我要把它看完 所以我就開始看電影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看了 把它看完之後我就覺得 我不能看電影我要睡覺 因為我要養好精神 說不定我今天要開夜車熬夜這樣子 所以我就睡 我就一直睡一直睡 所以下了機場之後 我就整個非常的 焦躁不安 就非常想要趕快回到辦公室 我就開始坐在我的 桌子前面 我就把電腦啊拿出來 然後找了很多書 我就開始重新找資料 重新寫 然後重新預備 我就弄到大概 十二點多快一點這樣子 我就想說 應該OK了吧 我就先回去睡覺 然後一早 我又進辦公室又開始弄弄弄弄弄弄 結果我中午的時候 我就想說 真的不行了 這個時間一定要寄給光宇哥了 如果他說不行的話 我還有時間改 然後如果我再不寄的話 我可能就沒有時間改 所以我就抱著一個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就再把我的獎章寄過去給他 然後在那幾秒當中 我就覺得怎麼還不讀 怎麼還不讀 因為我就WhatsApp他 我就一直在等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坐在那裡覺得焦躁不安 然後一直很想尿尿 然後又覺得不可以錯過這個時間 所以我就會一直在那裡等 結果他就傳來 就說 嗯 這個可以 這篇很棒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我就覺得 我過關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默默地打了一個訊息給他 我就說 光宇哥我想跟你說謝謝 其實昨天晚上 我很想跟你說 就讓你 其實昨天我很想跟你說 就讓你講好了 可是我又不想這麼輕易就放棄 然後我沒有打後面那一段 因為我心裡面默默地覺得 其實這是一個考驗 這樣 我就覺得說不定這是一個考驗 或是這是一個訓練 他要看我會不會很輕易地就妥協 所以我沒有打後面這一段 我就傳給他 我就說謝謝你 因為我真的 就是雖然我覺得很有壓力 可是我還是很認真地把它完成了 然後光宇哥就打給我 他就說 我就是知道你可以 所以我才告訴你 要你去改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所以這個考驗 我過關了 所以這個考驗 我痛過了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緊張 就是 昨天晚上我就覺得 我都睡得很焦躁不安 而且我就一直 在我睡的過程裡面 我就一直夢到 我在講台上發生了什麼意外啊 還是 就是突然間出了什麼狀況這樣子 我就多想 有一陣光就把我接走算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很 就是我壓力很大 可是 今天當我 把這篇獎章弄完 我下午再做預備的時候 我就禱告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辦不到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啊不可能的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蛤 真的是我嗎 可是當你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你願意接受這個訓練 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到 因為光宇哥他就講了一句話 在電話裡面 他就講了一句話很鼓勵我 他就說 我只是想要讓你知道 你永遠都有一個靠山 就是你永遠都可以尋求我的幫助 所以我就覺得 哇 還好 我通過了這個考驗 所以 如果今天我們說 上帝我想要服侍你 我想要 我想要 為你成為精兵 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的話 那麼我們需要 進入到訓練的當中 沙摩爾基下這裡說 約鴨看見敵人在他前面擺陣 就從以色列軍中挑選精兵 使他們對著亞蘭人擺陣 當約鴨他需要去打仗的時候 他不是帶整個軍隊出去 他是在他的軍隊當中 去挑選那些精兵出來 他是在他的整個軍隊當中 去把那些精兵挑選出來 祭奠他也是帶著三百個機兵去打仗 他就打贏了 所以打仗從來不是在乎人多還是人少 在上帝的觀念裡面 只要是精兵就可以打贏 在上帝的想像當中 只要我們今天是精兵 不管你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在你的學校裡面 你都可以帶來改變 不管你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在你的公司裡面 你都可以去影響你的同事 不管你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都可以讓你的家人全部得救 上個禮拜BTS剛結束 他鼓勵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進入到門徒訓練的裡面 如果今天你去麥當勞工作 你需要接受很完整的訓練課程 你才有辦法正式的成為麥當勞的員工 不然當有人點說 他要一個米漢堡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跟他說 你少等一下 因為麥當勞他沒有賣米漢堡 如果今天你想要在星巴克打工 你也需要花時間去熟悉所有咖啡的名稱 去記得他要怎麼泡 去記得他一整套完整的作業流程 不然你沒有辦法在星巴克裡面打工 如果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想要成為精兵 那麼你需要接受訓練 你需要有一個師父在你的生命裡面 他會幫助你的價值觀受到改變 他會幫助你態度被調整 他會幫助你品格被培養 你才會知道可以如何讀經 可以如何禱告 可以如何幫助人 可以如何去做傳福音的工作 如果今天你想要成為一個精兵 你需要有紀律的生活 每一天的讀經 每一天的禱告 可能你會覺得很累很辛苦 可是你需要去做 有一個英國的學者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什麼 他說無論是早起運動 還是節食減肥 只要你能夠撐過66天 大多數的人都是能成功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養成一個習慣 在你的生命裡面 這個心理學的教授說 只要你能夠撐過66天 那大多數的人都是可以成功的 養成一個習慣 需要時間 需要66天 大概這個時間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習慣 需要去培養 有很多很多的習慣 需要去養成 所以你需要有很多很多的66天 你需要有一個師父 在你的裡面幫助你 你需要有一個師父 在你的前面引導你 你才有辦法記錄到 一個有紀律的生活裡面 一個受過裝備 受過訓練的生活裡面 你才有辦法為神成就 那美好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說 主啊你用我 主啊你拣選我 主啊我要被你使用 如果你今天跟上帝這樣講 那你就要跟上帝說 上帝我要為你成為精兵 上帝我要為你成為那可以去征戰的 我要為你成為那隨時你叫我 我就可以出來去完成任務的 所以我想要問你 你過著的是一個有紀律的生活嗎 你的禱告是有一天每一天的嗎 你的禱告是想起來的時候才禱告 不需要的時候不禱告嗎 你的讀進進度跟上了嗎 還是你的七月都還沒寫完 我也想要問你 你的生命是活出一個順服的生命嗎 當上帝說了你就會去做嗎 當小組長告訴你你就會去調整嗎 我也想要問你 你願意進入到訓練的當中嗎 你願意接受裝備 你願意站起來去服侍嗎 你願意找到一個師父 在你的生命當中 不斷地幫助你學習成長改變 以至於你可以去服侍嗎 我們一起去服侍 低音樂 明明明不斷地幫助你 你把你服侍嗎 你會讓你服侍嗎